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就是现在是反过来很多他有很好的写词基础的这些艺术家 他现在反过来画一种画叫做坏画 就是明明自己能够把造型各方面都画得很好的 但是他就非得要画得很丑或者很烂 感觉别人看起来技术很烂 而且也在整个艺术圈形成了可以说某种风气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上次讲到一个趣味的钟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趣味钟摆 从那一头摆到这一头 从技巧很熟练很高超很流畅摆到刚好相反 这个专业界的这种所谓坏画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也是个摆过来 但我这样讲的那些从事坏画人 他们也可能很不高兴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创造 其实现在开始这两年开始被关注 可能也是风气转向的原因 但是坏画倒不是现在开始 其实就以广州有一个女画家叫段剑宇是吧 嗯 段剑宇在十几年前就是就是所谓坏画啦 嗯嗯 所谓坏画的意思就是就是也不能说装作不会有画 不会有画画 嗯 所以说他们在刻意的模仿一些所谓幼稚的风格 这方面呢其实有其实有几个著名的画家 比如说在北京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画家叫武艺 嗯 武艺不能说是坏话 他说武艺的确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他一直在他的绘画里边追求一种制作的感觉 嗯 就是一种随意制作的感觉 的确呢这个钟摆啊 虚伪的钟摆啊 它是这样两段 刚刚说这个大钟摆啊 嗯 这里面有个什么小钟摆呢 什么叫制作呢 或者不制作 呃这个所谓制作呢 就感觉画得有点笨呢 嗯 其实 呃 一般人看艺术或者说以我们说过的撒金特为例 他总是离开几个基本标准 第一个是造型很准确 嗯 嗯 第二个是画得很流畅 其实流畅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画得很流畅 然后呢就吓死人了 就是哇又准确又流畅又潇洒 嗯是吧 这是最难的我们认为啊 就是说比如说那种 嘖 感觉啪啪就几笔画完的时候哇 啊这个似乎是最难的 其实 从画画的角度这个可以训练出来 但是呢 他会走向一个反面 嗯 就是要去到这些东西 嗯 要去到这些东西 嗯 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样本作为参考 或者没有另外一种图示给你一个刺激的话 你仅仅想画坏画 如果你原来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写实基础 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因为画画它是一个手势 嗯 其实写实会画更是一套套路 嗯 你这个套路越熟悉 你要走回来是很难的 嗯 所以才有那么多专业界的人 嗯 在现代主义的最盛期的时候 才深深感到写实主义为什么说禁锢了人的想象 为什么说使人觉得不行呢 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 就是说你越熟悉那一套 你越回不来 比如说你很难想象 撒金特会回来 其实前面说过了 撒金特后来跟晚年的莫奈是好朋友 嗯 是不是去莫奈的那个庄园 那个著名的那个莫奈庄园去 拜访莫奈去参加他们的大餐 而且撒金特后来有一些写生 其实也是非常的印象派 严格来讲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 整个欧洲的风气已经变成了野兽派呀 立体主义 但是这些宣派的画家也在变 我后来才发现看材料看多了以后才发现 学院派的画家也在变 他们变成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色彩非常印象的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 印象派那一套外光的那套色彩机法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流画家呢 是因为他们造型很熟练 也就是说他们是印象派的色彩关系 但是熟练的学院造型 然后当我们这样一看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 你们回头一看一看拍的一些大师 从莫奈到雷洛阿到毕萨罗 从造型的熟练程度 其实不如这帮学院派画家 但这个不熟练的程度 恰恰成为一个品味的要求 就像那个塞上 其实塞上的话画得很笨 他无法潇洒 这个很笨的 当然我们今天说他这个笨是探索 所以他显得很笨 但是我们应该看出是探索 这是著名的艺术批评家 罗杰弗莱的一个结论 但如果你旧画论画看塞上的话 他真的很笨 你看塞上的话 然后再看撒金特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叫巧 什么叫笨 他的笔触的节奏感都是很死板的 当然我们今天也知道了 塞上不是求巧了 他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去看撒金特 撒金特是制作不了的 回不来的 因为说我说宣派画家 其实除了撒金特 其实还有初轮 比如说北欧的初轮 他们后来的话都非常的影响出 也就是说非常符合印象派的这种色彩关系 那为什么他们在美术实际上 评价还是停留在这个所谓宣派呢 我就发现这个造型也是个因素 就是说用一个通俗的话讲就不够笨拙 那么再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由熟练到笨拙很难 甚至几乎不可能 而那些宣派的画家 他们掌握了一套熟练技巧以后 他们想笨拙太难了 其实笨拙的话在中国 只说现在被提起 中国早就有很著名的所谓笨拙的话 或者叫制作的话 比如说著名的广东人官梁 官梁就非常的自作 然后官梁有两个追随者 也算很有名 我记得一个叫韩语 一个叫马德 他们显然也在学官梁 学不好的 为什么 他们不笨拙 他们就没有官梁那种 因为我是个官梁迷 我越看官梁 我越觉得我没办法了 我在美院游化系四年首饰训练成那样 所以我看了官梁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而官梁从现代主义那套 跑到这个水墨这套 他也不容易 那么他的崇拜者 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韩语和马德 他们的话放在一起 这两个人的话就是没有制作 他只是有另外一种 把制作变成一种巧妙的模式 这说明制作其实很难的 好了 我们刚刚讲了之后 我们再看中国的什么坏话 其实如果你对画有认识的话 你们也可以分 也有一部分人是做出来的 不是制作 这不是制作 他们是真的做出来的 有一些画家构图等等 他都是安排出来的 都抛不开那一套经营画面的那一套概念 就像我说的 其实我说的像广东 也是广东美院的一个油画系列 应该说是一个很令人骄傲的业绩的 段剑鱼的话 如果没有训练 他这个制作出不来了 他的安排的构造的想法 包括现在很出名的一些画家 比如说像王英 已经在中国比较有知名度 他那个构成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 他只不过在造型上制作 于是我就发现了 这种专业训练 有看得见的部分 也有看不见的部分 什么叫看得见的部分 造型潇洒 准确 潇洒 然后几笔就感觉栩栩如生 这是看得见的 其实还有看不见的 这个构成 画面的安排 色调的安排 这是没有一定的 这个专业眼光 你是看不见的 而这些画家要消失的是 看得见的一部分 或者说他要把那个看得见的巧妙去掉 其实就隐藏了一部分 但是把自己专业的那一部分 还是要把它给展示出来 没错了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画画 这只是一个笼统说法 它只是一种表面的技巧去模糊你对于艺术边界 对 或者画画的边界的这个感性的一个认识 这也说明了 这也说明了 这也说明了从美术研究的角度 为什么我刚刚说五三代要研究那个趣味 真的有道理 因为 因为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清楚一种风格是最好的 嗯 从流畅到不流畅到自着到所谓坏话 它是个钟版来的 嗯 那么 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 有一天会回来的 嗯 一定的 坏话坏的某个程度 大家很烦了 就开始 我们开始崇拜巧妙 咦咦咦